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所望知识的实底 是未经知识的缺据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我们因作信就知道诸世界 世界神化造成的 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无造出来的 人非有信就不得神的喜悦 因为来到神面前来的人 别需信有神 其信 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信的意义 信是所望知识的保证 是未经知识的缺信 这是用中文新一本翻译的 信心在历史上有许多的见证 例证 称为信心的毛 实底就是根基 就是保证 就是器具 求具就是确实相信的意思 信心的赏赐是一章第二节 使神的人放下 使世界产业和欢乐 转而跟从神 神就遵用他们 实行他们信心所盼望的 接他们到天上的家乡 这是信心 你有信神的心 这是最后给你的赏赐 回到天家 信心的真实 第三节 用信心接受真理 神的道创造了世界 在这里我简短做一个见证 有多少位从广东来的吗 我看看 没有从广东来的 我从好像是2004年 是在Sacramento 茶几班里头 有一个姊妹 她因为被邪灵附身 她曾经到那个广东 她是在广东的时候 她已经大学毕业的做事了 以后她的丈夫呢 她还供她的丈夫大学毕业了 又做了律师了 赚了大钱呢 就报二来 结果他们就造成离婚 所以她受到很大的打劫 她就想不开 她就到广东 从韶关区 叫做风云镇东华山 那个庙子里头 去修行 想得点安慰 结果去后就 那个大法师 很出名的 中南海的人 常来找她做法 据她那个大徒弟告诉我 当时 胡锦涛的儿子 在云南做生意 亏了十四亿 中南海的那些老前辈 就建议她 来找这个大法师做法 做好法回去 赚回来 还把手本的赚回来 另外还赚了好多 这是结机密 你们知道就好了 不要讲出去 这个大法师 后来那个姊妹在那里 待了两个礼拜 她在山东里头 每天都有一两百人 在来男男女女 她是最有学问的一位 大学毕业 也是长得很漂亮一位 所以她在那里 坐了两个礼拜 她不干了 跪太多 后来她就跑到 一看到庙子里头 那个犯罪的 厉害 她得不到帮助 她就跑到 太古的庙子里 待了一过月 那个更糟 更坏 所以从他们这个一讲 我就想起来 我们读圣经的 保罗提信给 郭宁多寻书 郭宁多寻书 就是不准女人讲道 要蒙头 这样 你们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保罗洗个其他的教会 没有这个问题 是每一个教会有过人的问题 保罗洗性给他们 就解决他们的问题 在郭宁多教会 要看郭宁多书里 要看他当时的背景 郭宁多当时的教会 拜偶像的那些庙子里面 有庙记 有男记 有女记 都有 所以那些人现在 耶稣到教会来 这样一讲的话 有些人他们都认识了 这样看起来都是认识 这个不好吧 最好是蒙头了 是当时 还有他们一种风俗 好像日本人 你看日本女人要背个小包 背个小背包 什么意思 表示她结婚了 印度女人要塗一个红的 在这里什么意思 她已经结婚了 这个标记 所以这个 他到泰国去看到那些 物财的事情 得不到帮助 他就不干了 回来 回来就在网络上交朋友 就嫁给美国人 就到Sankmantle 那个是基督徒 他也信了耶稣了 后来我去 他还是跟那个大伙上 他给他很多的建议 很多的帮助 他这讲的一点 我知道了 他这个 中国的庙子里头 那跟郭伦多教会当时的一些庙子差不多的 而且还是高层的人士去 所以我在茶几班里头 那个姊妹 我从圣迪国搬到Sankmantle 刚到那边的一个亚美姊妹 那个姊妹叫他那里聚会的 她们每个女朋友 他就把她带到 我刚搬到Sankmantle 我住在我儿子家 我儿子做医生的 他早晨来 把他身上的洗淋赶出来了 大叫 或者我儿子说 爸爸你在干什么 我又不晓得 我儿子他是做夜班 他现在还在睡觉 不然他吵醒了 我说在赶鬼 我儿子也不太相信这些 对啊 在做医生呢 他相信了 有这回事 所以我就讲了 后来那个姊妹 我要 两千年四年我要回国 她说 不是 你去 给我那个大法师啊 跟他传福音 他说我现在 我虽然是离开他那里 还跟他经常有灵系 我又要他信耶稣 他怎么信法 他说找一本圣经 读一读 他哪里有圣经 他说他来变基督教堂吗 他基督像拿的圣经 都不懂 他说你去 他去到深圳 我要他从东华山下来到深圳 敬礼 我也去 陪你去 给他传福音 去了 我 我 早晨我八点钟就到了 他从东华山下来 大概十二点钟就到了 他说一件命 当一件命不好讲什么呢 我说 他 也不能马上讲圣经 后来 他说真心人也常回国吗 我说差不多每年都回来一次 他说怎么样 觉得还好吗 我说 有很大的改变 每年回来都有大的改变 我说这个 我们中国 自从邓小平改革开放 三十年来 甚至 天翻地覆的改变 我说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佛教 也不改变 有个改变 他说有什么改变 佛教 我说日本的和尚可以结婚 那为什么中国和尚不能结婚 他半天回答 他说中国 有少数民族的和尚可以结婚 我说那你应该 这个从你开始 邓小平是 有英雄造十四 十四造英雄 我说邓小平是英雄造十四 你已在佛教界 中国的佛教教来一个英雄造十四 从你开始 我说你已经开始了 我看你穿那个鞋子 跟一般的和尚穿的不一样 虽然是一个鞋子 但是很贵啊 你那个包啊 比我们这贵妇人的包还要之前 后来就吃中饭 回来以后 休息一下 快还没有吃完 下午呢 他们休息长一点 天气很热 然后吃完晚饭回来 那休息下我们就 也要开始给他讲耶稣了 我没有去 以前 有的 我班上 我教一门课吧 在家里面 有的说 有个姊妹说 牧师啊 你不要去 那个和尚 法术很高的 你 你去斗不过他 很危险 我说我里面的耶稣比较大 我不怕 所以去了 一开始 要给他讲耶稣了 他已经坐在那里 那个姊妹坐在那里 他坐在那里 寒暄了以后 那个姊妹很聪明 哎 牧师啊 我们 我的 这老师也在 牧师也在 你能不能 给我们 讲讲圣经呢 我说好啊 我就把一本圣经拿出来 我说 姓邓呢 邓宝胡 我说邓先生 我把我一生 最心爱的礼物 带来送给你的 一本圣经 所以那个姊妹说 他说 牧师啊 现在我们都有圣经呢 能不能讲一本圣经给我们听呢 我说好 我说你虽然是福建人 但你讲一口满口的北京话 我说请你先读读圣经 我们再来解释吧 他读哪里啊 我说你把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读完了 我们再来讲 读完了以后 因为我没有去以前我在家里先祷告 我说神啊 我这次去给他讲圣经 从哪里讲起呢 所以你要联系听神的声音啊 神是用英文给我讲的 所以我去以后 首先要讲神的创造 我说 对先生 我们讲到这个圣经呢 当然圣经是神所写的 很多人不相信有神 我是相信有神的 要不然这个 这个在宇宙地球怎么来的呢 对不对 我说你相不相信 最初 所有世界万物都有个造无主 有个主宰 对吗 你相信吗 他说我相信 我第二个问题 我说这个主宰创造宇宙 我们圣经里面就是 今天我们读的 诸世界 这个诸世界分两界 阴界阳界 就用他们这个佛教的 他们也用这个中国的古术 《语经》里面讲 晴坤 阴阳 我说你相信这个吗 他说相信啊 我说 所谓阴界 就是灵界 我们圣经里面叫灵界 是肉影看不见的 阳界呢 是物质界 是大自然界 是肉影看得见的 我说你相信这个吗 我相信啊 我说在物质界里头 这个 太阳系里头有九大行星 然后有地球 地球 是神造的 我说你相信这个吗 我说神造了地球以后 他要把这个地球管理好 所以就造人 人来管理这个地球 你相信这个吗 我说人呢 是神造的 他这个就有点 我说 那你还是相信进化论吗 他也不敢说 相信进化论 我就给他讲一点 可能我这个讲法 你们可以 对你们有点帮助 我说我在纽约待了几十年 纽约 是一个大都市 不是动物云 是人物云 有黑人 白人 黄种人 国样人种都有啊 我说我也到过黑人教会 去讲过道 有一次讲到完了 一个黑人的 一个执事 一个姊妹问我 牧师 神造人 为什么造各种不同 营塞的人 像我是黑人 你是黄人 白种人 有人问你 你也怎么回答 我说 我们的创造主 我们的神 是一位最伟大的艺术家 所以他所造出的东西啊 不是都是一样的吗 花 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树 有各种不同的树 兽类 有各种不同的 所以 他是大艺术家 他造人呢 也是要有艺术的影光 造人的 所以红黄 海培 各种不同的 这个问题 我给他回答了 我说 神 是人造的 他说 这个没问题 但是 神 造成人以后 人呢 不听话 结果 我还讲了一个例子 给他听 我说 虽然现在有人 很多人都相信 进化论 我说 我在纽约 那么多 各种不同的人 虽然皮肤不同 颜色不同 可是 要是要输学的时候 只要学型 不管是A型 B型 O型 AB型 只要学型相同 就可彼此输学啊 今天科学这么发达 为什么 红师智会去学啊 那就把猴子抓来 输学就好了吗 要是人是猴子 变来的血统是一样的啊 没有啊 我说在我们 加州罗曼林达 南加州 罗曼林达 是安息日会的 一个大本营 有个医学院很有名的 他训练的 上千上万的 训教是几十年来 几百年来了 他们曾经做过一个 医学院做一个试炼 一个人心脏坏了 快死了 就抓一只猴子来 活了猴子 把那个猴子先拿来 摆在人的心里头 这个人只活了 两个半到三个小时 我说 科学怎么发达 这样做 这表明人跟猴子 那个学艺都不一样 所以圣经第一章就说 国从其类 人是人类 狗是狗类 猴是猴类 猫是猫类 猫是猫类 国从其类 人 统一类之间 因为气候环境改变 可能会有些变化 但是里面的学艺 不会 变成那一类的学艺 变成那一类的学艺 不可能 所以证明人 还是神造 不是 从猴子变来的 跟他讲了以后 我说人造了 神以后 神造了人以后 人呢 要当小娃犯了罪了 不听神的话了 我说怎么知道 人剩下来就有罪啊 他说我还没研究过 因为佛教里面 不讲这个 不讲原罪的事 我们圣经讲原罪 这就是原罪 剩下来就犯了个罪 叫做原罪 原罪是什么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就根本那个性 原罪是什么 就是本性 那个本性是什么 剩下来就有贪心 就有贝劣 不听话 你们做母亲的 生的孩子 你有没有注意到 孩子吃这个奶 手还要抓住 那个奶不放 贪心 说谎 这个自私 贝劣 那小孩子 生下来稍微大一点 他能够活动 你要他 他说第一句话 说什么 no 那个茶头不能摸 他平常摸 你说no 所以 生下来就贝劣 这就是本性 我说就从这样 我就说 这个本性 还有许多 专门了很多 别义 我就把罗马人书 第一章拿出来 我要那个子母眼 念出来听 那个和尚听了以后 本来是这样听了以后 头就低下来了 我就停止不讲了 他就站起来了 我就站起来 他说真心 别人 你什么时候再回来 再把这个圣经给我多讲一点 到我那个地方 到我那个地方 再给我讲一点 我不敢答应 到你那个地方 我不会到庙子里面可以讲圣经 他看到我不答应 那个姊妹很有智慧 他说这么是每年都回来一趟 他随时都可以回来 他退休的人 你什么时候邀请他 他就来了 他说这些人 你下次来 你一定告诉我了 要到我那个地方去 不是到我庙子里 我庙子 那区里头有一个基督教堂 我跟那个病人长老 每次三次会开会 我们都在一起 跟他很熟 他说我有一本圣经 从他来拿来的 你到那里来讲 我都来来听嘛 我说这个可以 后来我第二次 第二年又去了 我们到东莞 讲完了到 那边东莞的弟兄 就开了一部那个Van 我们有九个人 就好好的那里去了 那个大法师 他开的是宝马 来接我们 我们到他的宾馆 他自己有个宾馆 四星期的 住在那里 晚上在最上层楼 最豪华的 我有生以来 吃饭 那个桌子最大的 那次有 起码有 十二个人 坐一坐 他把当地的县长 还有前一任的县委书记 统战部部长 宗教局局长 都请来坐陪 他还跟我坐在一起 还放那个 佛教那个音乐 我说邓先生 能不能把那个声音放小一点 我们可以讲讲话 他就把他关掉了 那我看 我还有几个同工跟我一道去 我看没有机会跟他讲 我说我有点事情想跟你 跟我人讲一下 我们到我们楼下 我那个房间里去讲一讲 他说好 我就带他到我楼下 房间里讲 要是你一讲 你要讲什么 是要祷告 看神要给你什么 我祷告 神就告诉我加勒太书 那属于肉体的那些事 属于圣灵的果子 那些事两样比较 要信耶稣 将来他引力都快出来不好 意识他就转过头来 这么不让我看他 但是也不能说 你跟我祷告信耶稣 还不到那个程度 所以完了以后 就上去吃完饭 第二天早晨 本来他说 本来是约好在教堂内 你今天去讲圣经 讲经了 那个长老临时有事 紧急事情不在 所以今天就不在教堂里 讲经了 那么我们就 我就带你到处走走看看 这样我就决定 要走了 要离开了 既然不讲了 我待在那里干什么 我跟他有什么好玩呢 后来那个统战部长 也是宗教局的局长 新政府的 他看到我要离开了 他说曾先生 既然来了嘛 你就在这附近走一走嘛 他庙子不在这里 还开车 有那个五分钟样子 那是个山区啊 15亿的预算 要把那个地方 发展成一个风景区 游览区 大叔开工了 所以那统战部长就带过去 他说你周围看一看 统战部长跟我走 一路介绍 他说 这个是他们念法的洞 那里面经常有一两把人在里念的 他摇不下眼 我说我不必看了 我们就晓得地方就好了 然后走到一个放生池 花了两百万人民币 修了个放生池 里面只有两个乌龟 完了以后 花了十四亿 那个计划 我就问那个统战部长 我说 他哪来十四亿啊 他说信徒奉献的 他说你不知道 他法术很高 他信徒奉献 他一定要奉献 奉献不行的 所以他有十四亿人民币 放在那个地区 所以后来我们要走了 大家为了走 我说请 邓先生给我们祝福吧 他不肯 他说还是牧师 给我们大家祝福 都过完了 我们就分开了 以后就没跟他联系了 所以在这里讲到诸世界 我就想到那一次讲 讲这个 跟那个法师 讲这个问题 所以他一个是个姊妹 另外一个大徒弟 亦网富翁 他在昆明几个大城市 都有豪华的避暑 他到美国来玩 因为那个姊妹 他们以前是师兄师弟 他就看到那个姊妹 姊妹就介绍 给我 我就接了他 那时候我住在我儿子家 儿子家地方很宽 住在一夜 所以他那个 每次都是他那个大徒弟 帮忙带我这样 最后要走的时候 他的大徒弟告诉我 他说这么是 你给我这个老师交上的朋友 他以后有很多 中南海的朋友介绍给你 不过我不希望那种朋友 我也没跟他联系 你要跟进的工作也很难 除非是圣灵自己的工作 因为他这个被那个 写灵绑得很厉害 捆绑得很厉害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住在他那个 大徒弟的深圳的匕属 一进到他那个客厅 他有个乡户摆了 起码有二十几个小菩萨偶像 哎哟 我心里就好像有个捆绑 也不舒服 都晚上吃完饭了 大家洗完澡了 要早点睡觉了 他们两个呢 还在下面聊天啊 在看电视啊 我就 我有累了 要早点睡了 睡上床 就抽筋 我一生活了几十岁 抽筋没有那次厉害 从脚 我十个脚趾头抽 开始整个脚趾 抽到我这个 鞋盖这里来了 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这个邪灵离开 整整征战了三十分钟 才放我 所以那天晚上 睡得很晚了 起得很晚 第二天早上起来 他们两个在客厅里 在看电视呢 我下去 他们两个都站起来 那个大法师说 曾行仁 你昨天晚上还睡得好吗 我心里想 你这个家伙 坐到华术了 还问我这个话 好了 我不讲这个了 我想还是希望 把这一章啊 你们回去 最后这三章 十一章 十二章 十三章 回去好好地 读一读 读一读 那你把那个三章 我那个奖章都发给他们了 发给他们了 所以下次来呢 我就很简单来 就把这三章 装和一下 讲一讲 今天我们就 结束了 还剩下一点时间 我留在这里 你们有事要走 我就走了 离开了 有话要给我交通呢 就给我交通 我留到七点钟 师母来了 我就回去了 谢谢诸位 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听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我们奉你的名 来引读你自己的话语 虽然我们读你的话 好多隐秘的事 我们还不清楚 但是你的圣灵 会帮助我们 启示我们 求主继续地 祝福我们每一位 将来成为你 有用的工人 能够把主的福音 传聘中华大地 现在我们要暂时分开 求主与他们同在 祝福他们 把你的话 深深刻在他们心中 要他们一生一世 来跟从 来服侍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